来 男师傅 梁拉蒂来了 你不怕她 我来吧 怕她 真才主 要什么 四两高浪米 半份土豆 半份茄子 只有我去看大麻烦 孩子见着我就哭了 做贼心虚 天哪儿啊 叫什么 二两米分一个白菜 好 丁大夫 你不能吃这么素啊 得来点荤的呀 你这个食堂的大厨 除了打饭之外 跟谁都还得聊两句好 丁大夫 我不就跟你说几句话吧 怎么着 不行啊 我可没说我自己 我说的是你跟刚才打饭的梁师傅 他呀 在给我汇报他儿子大毛的情况 他跟你汇报 他儿子跟你有什么关系 跟我没关系 丁大夫 来个鱼鱼饼吧 不用 丁大夫 怎么能手上刀切了啊 我干嘛非出那么大事再来找你啊 这么晚了你还没休息啊 你不是也没休息呢 是啊 这不厂子里说了吗 大干苦干十五天 好多工人都加班 食堂这不是我晚上加了一顿饭吗 我也一样 大干苦干十五天 医务室也不能没有人值班啊 万一有人割伤碰伤了怎么办 是 我跟你说那么多干嘛 有事吗 有事 有事 确实有事 我呀 刚把厂子里的饭菜送完了 丁大夫 还有这汤我没有送出去 丁大夫 这汤可是好汤 丁大夫 你看 这里边有云团 还有猪笋 又轻火又养人 特别是对这个晚上熬夜休息少的人啊 更合适 我不占工家便宜 丁大夫 这里没工家的事 我发誓 连汤里的盐都是我自己的 没从食堂拿的 当然了 这个 是在我屋里的 电炉子给你炖的 只用了点工家的电 可您想啊 厂里这帮单身汉 不都在厂里住 用厂里的电吗 汤我不要 丁大夫 你这得帮我一忙 这汤要搁到明天就坏了 你要非给我不可呢 也行 待会我要去车间巡视 我就把这汤啊 送给一线的师傅们 我就跟他们说 是你请大家喝 用厂子里的电熬的汤 别借丁大夫 那我说丁大夫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见到我鼻子不是鼻子 眼睛不是眼睛 这么不对劲啊 对了 还有件事忘了跟你说了 以后你也不用在我的菜里边 加那些秘制的什么汤料 别人吃什么我也能吃下什么 我这个人啊 向来对物质生活看得比较淡 丁大夫 那咱俩之间有什么误会啊 你可以说出来 我给你解释啊 没有 这 你 你的汤 丁大夫 那我等下次手拉了 我再来看你啊 来 进来 南师傅 崔大可 大晚上不是叫你闹猫呢 我想请你喝两杯 我可没酒 我这儿有 好 我这儿不但有酒 还有这个呢 我可是知道啊 你这屋藏着电炉子呢 电炉子炸花生米 看你的手艺了 来 我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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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来 来 那儿 你这儿 你哪儿 你掐我一下 掐我一下 什么毛病 吃花生米得掐一把才咽得下去啊 行 我是真不敢相信哪 这炸花生米别的我不敢说 这玩意我吃得多了 你能把花生米炸得这么香 这 这还是花生米嘛 崔崔哥 火候 油温 是最关键的 这酒怎么呀 西凤 高级西凤 专供市委领导喝的 我在市委那小卖铺能来的 好酒 真是好酒 来 好酒配好花生米 就跟咱们俩一样 干了 崔大哥啊 你可真有本事啊 市委领导喝的酒你都能弄到 不怕你笑话 我的理想是弄到中央领导喝的酒 行啊你 除了这个实现共产主义 消灭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 你个人 原来还有理想呢 我当然有了 我的理想大着呢 比这酒可大得多了 那你给我说说 你说的我都知道 但这不能批 为什么不能批啊 这还不是明摆的事吗 你想想 我要是给他批了 别人知道了 都来找我批 你说我批不批 对不对 要不这样吧 就每个月 从我的工资里 扣出五块钱来帮他 来 姨姨 刘站长 坏分子 你就是那坏分子 当初把你从食堂调出来刷厕所 我看是正确的 焦叔姐 我什么时候又成坏分子啊 既然你来举报 你干嘛不带着他们 先把那猪尾巴给交出来啊 你要是先自首了 也不至于 让大毛那孩子 现在就被管教起来 刘厂长 刘厂长 连你爱人这么有正义感的人 都说我是坏分子了 不行 你今天必须跟我说清楚 到底是谁举报的大毛 咱不道行不行 你看 我这一大堆事呢 那不行 你今天必须跟我说清楚 到底是谁举报的大毛 我不能背这黑锅 那你找公安处的同志问去吧 这公安的业务 我也没法过问呢 肯定不信 你信不信 不信 哥 这谁信呢 这 这事 你看他怎么说 咱们那边找人家呢 对不对 那可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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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不说不得 来了 南师傅 朕有事找你了 什么事 听说那个老梁家那小贼 是你给举报的 是啊 这小贼 你别得罪我啊 回头你去时常打饭 我要心里不高兴 手头一紧 勺给你半勺子菜 另外 回去告你们那些狐朋狗友 我南意 什么事都有可能干 只有三样事不干 踹寡妇门 扒绝户坟 再加上告密 其实啊 这也不是什么坏事 是不是 那小子将来长大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是不是好东西我管不着 反正不是我告的密 那师傅 别人都不相信你了 我用我南意家的祖宗发誓 如果是我干的 天打五雷轰 您的话 爷 你